哈囉各位車友大家好 你今天看到的是福斯體逛280 這台應該是TL喔 它螢幕怎麼變那麼大 沒有錯 它把原廠按鍵式的8吋螢幕 換成我們的安卓機 然後又加360的功能 打開360 我要給大家講一下 我們有跟大家解釋過 原廠360跟外廠360的差別 那外廠360它就是 它可以打方向燈切換 你現在看到是3D圖示 然後它也可以用直控 直接觸摸 我甚至可以用聲控的部分 打開右式 打開左式 各位有看到嗎 我剛點了一下 這個是2D的畫面 那我們的時速超過20 甚至開到100 我們的360都可以立即顯示畫面 這個就是外廠的安卓360 外廠的環境的功能 打開360 聲控的功能 那我們可以去看剛剛示錄的影片 這個要特別拿出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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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廠的環境 它沒辦法做行車紀錄器 影片的錄影 它沒辦法做同時四方向的錄影 那我們這個都可以 那通常它也可以切 看它車牌吧 使用上來說非常的速度 那現在這個面板也非常的漂亮 這個是原廠的功能 輪胎的部分 如果我們遇到了 如果遇到了 要把胎壓做reset 因為這台車連胎壓也都沒有裝 我們特別講一下 這邊 各位有看到嗎 這個車輛狀態 然後我們點到它的輪胎 這個按這個設置 多按幾次 它就可以做 胎壓的復歸 打開導航 像這一代新的福斯的車主來說 它們基本上都是用Coverlet 但是你裝了安卓機 它都有無線Coverlet 無線的喔 所以功能是相當的強大 那這一款的型號是 無線科技的A36 6加128G 另外我們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的Tiguan TL 裝了我們的安卓360 在路邊停車 各位有看到嗎 這是OPS雷達的聲音 那你看到這個圖像 這個是我們OPS雷達 它裝了安卓環境機 它的顯示 有360的停車就很方便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前後左右 好的